委員會想請教一個問題 因為您是政務委員的身份 其實說各部會其實都 在行政院算是很高的位階 那剛剛在您的分享一面 我想您都很不鞠躬 因為這麼多的案件的承認 其實是跨部會合作的一個成果 那我想請教一下說 其實在您剛剛說明的過程中 您都適用一些溝通或引領的方式 進行一個不管是政府組織 或是社會的一個引領改革的情形 那因為我們公司正好 也在推行一個發展式領導的一個方式 因為我有HR這邊 我有負責這一塊 我想請教一下說 難道也在這溝通過程中 沒有遇到很牛 很沒辦法溝通的人 那您有沒有什麼溝通過程中 或引領過程中失敗的案例 這是第一個我想請教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我想工部門是一個科程式的組織 從科長、客員 到您剛剛說各部會的首長這一塊 到您說事務官司 可能是政府組織最高的一個行政的組織這一塊 他們一開始都一個 在政府我想跟我們 跟我們企業一樣都一起很科程 而且很固化的一個行為 那您在引領整個政府轉型過程中 您的經驗可不可以分享給我們進行企業做轉型 我想因為台灣企業遇到一個問題 慢慢在轉型過程中 會從一個科程式組織 慢慢變成一個可能發展或是領導這樣子 激起人每個夥伴 他的自我自願的一個自主性這一塊 我想您也是用這種方式 讓各部會發展他們想要發展的東西 激起他們想要跟社會溝通 跟平台溝通 甚至做到最好的一個 測試溝通這樣的行為 那我想這兩個問題可以 麻煩您也分享給我們接下來的經驗 沒有問題 我想溝通失敗 最主要的原因其實是 我沒有辦法進入對方的 設身處地的狀態去看他眼中的世界 這我跟指揮官學到非常多 指揮官大家知道說 當然他不是一開始口調就這麼好 但一開始每天開信者會的時候 他是經過嚴格的集訓慢慢變成現在這樣子 但是他的態度一直都是一樣的 就是任何時候聽到一個很離經叛道 而且聽起來就是不是有誠意來溝通的 這種問題的時候 他一直都是笑笑的 然後會說 你早點講 委員你教教我們 那我們一起來想一想 這個問題很好 之類 就是他都是有一種 雖然他是指揮官 但是並沒有來指揮你 的這樣子一種感覺 而是說如果你真的想到一個 真的很好的想法的話 他願意聽你指揮的這種感覺 那這個真的不容易 那但是也是溝通的最基本 那我記得之前有幾個 好像小學生問指揮官說 就是某一些記者他問的問題真的很荒謬 難道指揮官不會覺得這個很荒謬嗎 那連小學生都覺得很荒謬啊 這樣子 那指揮官就跟這些小學生說 你們要想一想 從他問這個問題的角度來看 他一定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你要知道他到底是什麼 你要先進入他的那個角度去看 那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溝通的最最最基本 所以我如果覺得溝通不順 溝通不良 沒有辦法聽得懂等等 我一定覺得是我的問題 那然後就會開始花一些時間 實際去可能他的生活的環境 或是他的社群裡面去了解到說 他到底是因为什么 有他堅持有他在意的事情 然後直到我也能夠幫他倡議 就是我能夠選他那邊站 那只要那樣子的話 我跟他就是好像肩並肩的關係 就不是獨立的就是對立的關係 那這個時候他慢慢就會覺得說 他覺得重要事情我有聽懂 那這種專注的傾聽其實是比拍桌子還要有用 因為當你專注著從他的角度傾聽 而且一直到他講完為止的話 你順著他的這個思路提出來的這個溝通的想法 對他來講就是好像理所當然的事情 但是如果是在對立的角度拍桌子的話 也許一時他覺得很重要 但是就是編輯效益遞減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拍桌子越來越沒有用 但是就以他的角度順著他的思路去提出這個延展的話 每一次那個編輯效益是递增 是越來越有用的狀況 所以這是第一個問題的回答 那第二個問題的回答 我覺得科層制度 他當然是確保說每一層真的都有人負責 所以傳統上面的accountability 就是單向的對內交代就是所謂的課責的這個階段 那這個課程制度是有幫助的 但是現在的我們的困難就是說 大部分的事情不是只有對內交代就好了 大部分事情你也要對外 而且是你還不認識的陌生人 就是不特定厲害關心人 也要對他給出交代 那這個時候這個accountability就變成比較像mutual accountability 那這個時候就必須要主動的去當責 那這是為什麼現在很多本來翻課責的教科書慢慢都翻成當責 因為要強調那個主動性 那這個主動性 他必須要有足夠的餘裕 才可以做 不然他就已經很爆肝了很累了 睡眠也不充足了 他怎麼可能去當責 所以要先確保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 讓他覺得安全 讓他覺得說我主動的出來說 對不起我搞砸了 那這個情況下他不會因為這樣子的關係就受到懲罰 相反的他說不定因為這樣的關係得到獎賞 那這個時候就是真正最後的政治責任 當然就是要政務官來負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說在我這種協調 像剛剛電競啊什麼 如果要成功了那一定都是他們的功勞 就是我會講說哪一個不會做得很棒的事情 但如果最後真的搞砸了那都是唐峰的錯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大家就願意當責 因為這個時候他的political risk是由我來吸收 那他們只要去給出交代給出full account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對於領導者來講 這個其實是很古老的一個領導方法 像servant leadership就是不人式的領導 那這種領導方法的意思就是說 我就是如果大家完整的就是彼此互信很好的話 我什麼都不用做 那但是如果任何地方開始就是有缺人訂披薩 缺人倒咖啡啊什麼就是我很願意補上 就是沒有人坐的那個位置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就跟所有的部會的朋友 都是協作合作的關係 而不是好像由上而下命令他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領導的做法大概就是這樣子 各一個是在整個的那樣的聲音 對不對 我們有時候